youtuber金真菇 从韩国来台发展 凭借可爱长相与自然不作作的个性 受到不少粉丝喜爱 两年前他也推出个人的韩式泡菜品牌 在网上销量很是不错 吃过的粉丝都很喜欢 但没想到其中一款泡菜 却在近日被卫生局发现 里面有违规添加甜味剂 不符合产品标准 对此品牌也紧急发出事件说明时间轴 品牌在得知泡菜含有甜味剂后 就定一时间将产品交送检验 也马上开始进行内部查核 同时也下架官网产品 后来他们的制造商也坦承 从今年四月开始有擅自添加 含甜味剂成分的两款泡菜当中 以此品牌方也和大家道歉 并将全面回收 3月29日至今所售出的两款泡菜 也承诺会启动退款程序 全額退款给所有消费者 发生的内容